没能得到适当的去殖民化的检讨跟改造 所以我们教育改造的工作 实际上是起步已经有些晚了 是在应对19年危机的情况下 仓促起步的 所以期待他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立竿见影的收效 希望香港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店铺 每一个青年的内心当中 都能从此就变得爱国爱港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香港的国家安全教育 要面对客观上的这样一种 已经变形走样的环境 循序渐进 精巧的施策 既要有一个顶层的制度跟政策的规划 同时又要随风潜入意 润无细无声的 做细致的工作 我认为人心没有回归的问题 它是由多方面复杂原因塑造成的 我觉得要面对客观的环境跟实施 然后勇敢的去迈出一步 我觉得每一个香港的市民都有责任 帮助周围的人去更好的认识国家 理解国家安全 融入新的一国两制的制度的体系 在这里面教育工作者 媒体工作者 还有政府的公务员 这些能够在香港社会带动风向 然后影响青年人 对新年人有更多的帮助责任的这些职业 以及从业者 其实他们身上应该自觉担起来更多的责任 所以国家安全的教育绝对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需要政府 社会 还有公民 包括学生 共同参与去完成这样一个教育过程 有一个环节掉链子 有一个环节不能够配合好 那这个国家安全教育就会功亏一篑 所以这个对香港社会来说 是要学习的这个方面可能是会比较多 那我觉得在将来 可能我觉得在三到五年之内 就有望在香港国安法 特区政府爱国者治港 还有国家提供了一些这种增量的教育 因为香港的青少年 香港的公务员也有一些机会 去内地接受培训研修或者发展 那这样的话国家对他们这一块的教育 也会有一个补充的这个效应 那几方面结合起来 我认为就是在三到五年之内 一个比较健全的香港的国家安全教育体系 它就能够建立起来 这个体系呢能够大体保障 香港的学生跟这个香港的市民呢 然后理解跟这个遵守 并且适当地运用国家安全法 宪法跟基本法来维护自身权益 与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做斗争 那帮助香港社会树立牢固的 国家的认同 对国家安全自觉维护的这种 法律义务感 那对于那些即将毕业 已经毕业的青年 在这年续的这种运动当中 已经付出代价的 那么他们已经这个是误入歧途 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说除了那些明确的有犯罪事实 进入这个检控程序的那些人 必须要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 付出法律的代价之外 那么其他一些这个只是被裹挟进这场 这些运动当中的青年人呢 是有机会去重新思考人生 思考一国两制 思考怎么样去遵守香港的法治的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安全教育 我们将来的对青年人的 这个扶持发展的政策 包括整个社会心理 社会和解体系的重建 要给这些人呢 要有充分的关怀支持 那么帮助他们呢 对自己内心当中 曾经经历了那样一个过程 那种伤痛 那种撕裂 那样一种迷茫的 那么做很好的这个教育 引导和关怀 我相信香港青年当中 大部分人呢 还能够回到一国两制的框架当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和声明镜与聘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